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块石头的美食世界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美食是百花鸡 百花鸡是一道近乎失传的名菜 为方便在家制作 今天制作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稍加改良的家庭版 首先是把整张鸡皮取下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是很难做到的 这里我们就将其简化为取下肢胸部分的皮 这样简单很多 而且效果是一样的 接下来要准备一张竹壁 将肢皮摊开在竹壁上 并用竹签固定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知道 百花鸡是属于粤菜系 属于极其古早味的菜式之一 它是曾经广州四大酒家之一 文员酒家的头号招牌菜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 然后我们再来调脆皮水 黄酒 白醋 和蜂蜜 比例都是1比1比1 将脆皮水均匀地淋在鸡皮上 然后找个地方挂起来 风干一整碗 将鸡胸肉切小后剁成鸡笼 原版是没有鸡肉的 我们在这里加入鸡肉 能使胃形更加丰富 视频的最后有详细的配方和操作说明 欢迎截图保存 600克现剥虾仁 切小后剁成虾绒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菜肴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 在鸡蓉虾蓉里加入盐 味精 胡椒粉 和香菜脂粉 搅打上镜 最后加入黄酒 搅打上镜后备用 将昨晚风干的鸡皮 从竹壁上取下 支皮正面朝下 将支虾膏均匀地酿在支皮上 平底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油 鸡蓉面向下进行煎制 待定型后翻过来煎鸡皮这一面 大约20秒 就可将鸡皮再重新翻回来 之后不停地用热油进行浇零 一直到整个颜色均匀为止 取出后 趁热切成长条形 装盘即可 百花鸡凭借着吃反腐的制作工艺 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可多得的美味家养 今天我们的家庭版百花鸡 更适合在家烹饪 简单易学 在家请客小酌 都可小录一手 如果你有制作请把照片放到评论区 期待你的家座 谢谢观看